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 但在某些情况之下 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极为高昂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些错误的代价 到底会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是TopGen频道 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今天就要来谈谈 应该避免的错误 例如图坦卡门的胡子 塞浦路斯之旅 和中国发生的爆炸事件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丹佛国际机场的行李处理系统 1990年代 人类充分地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种种好处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似乎会进入一个新技术时代 自动化技术将接管所有困难的任务 但美国的丹佛国际机场 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决定要安装最先进的行李处理系统 这样一来 就不会因为行李处理人员疏忽 或行李遗失 而导致航班延误了 有一条长达41公里长的传送带 由计算机控制着 可以快速地上下移动 装有小袋子和大行李箱的推车 这个系统非常地有效率 但也需要花费相应的成本 从最初1亿8600美元的预算 迅速增加到了5亿6千美元 已经是双倍以上了 此外 由于BAE自动化系统公司造成的系统故障 新机场的启用时间 本来是定在1993年10月 但无法如期使用 整整推迟了16个月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工程师继续试图让行李处理系统 恢复正常的运作 他们最后成功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丹佛机场一共有三个航煞大厅 但系统只能在一个大厅里面启动 另外 这个系统对行李的处理方式 也是非常的粗糙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又贪婪的怪物 吃掉了好几个行李箱一样 最后的结果是 系统被关闭 行李还是被转交给了 受过专门训练的机场工作人员们 直到2022年 自动化行李处理系统才正式的在丹佛国际机场隆重登场 这次就没有出现任何错误了 法国的过大火车 最先进的火车是从科技诞生的奇迹 快速 舒适 又美观 当然 法国也想要更多这样的新列车 所以用150亿欧元的价格订购了2000辆 然而法国国家铁路局很快就意识到 当地铁路上的许多月台是无法让火车通行的 这就像购买了一辆豪华的法拉利超级跑车 但却没有办法将车子停入家里的车库 其实这是因为工作人员在设计列车的时候提供了错误的数据 他们是有测量了新月台没错 但却忘了要测量旧的月台 这个错误导致了1300个月台需要进行现代化 第一个阶段就已经花费了5000万欧元 这个错误还真的是不便宜 阳光高架桥 阳光高架桥于1954年9月6日开通 连接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湾的两侧海岸 1971年 一条与现有道路平行的双车道路线开通了 这也增加了桥梁的通行量 因为船舶无法应付从圣彼得堡到鲁伯尼亚不断增加的交通量 这个计划是非常重要且必须的 这样就能够替代船只的需求量 面对这样的交通奇迹 坦帕郊区的居民们欢欣鼓舞着 直到1980年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 5月9日 没有承载货物的磷酸盐货船 Summit Venture接近大桥时 一场强烈的风暴席卷了这个地区 这艘船的雷达在码头之间几百公尺处竟然发生了故障 身为领航员的约翰·莱洛 几乎得用手来掌舵才能操纵这艘船 在莱洛的职业生涯中 他曾经在海湾担任过大约800艘船只的领航员 但在这一天 一场强大的风袭击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手 导致Summit Venture偏离了航线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看到了行进方向的一根桥墩 于是命令船员们变换方向抛锚 但已经来不及了 船只迅速地冲向了桥墩 雪上加霜的是 因为设计上的缺陷 桥墩的强度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损坏 这座耗资2225万美元的多块桥 倒塌掉入水里 而这条路线从此之后就没有进行重建了 七年之后 每发生事故的北部路线被关闭了 交通转移到一座 耗资2亿4400万美元的新桥梁上 这座桥建在一个更安全的航行位置 新的阳光高架桥的桥墩设计 是针对更加有效性的防止船舶碰撞 就这样 所谓的悲剧就是通过错误来教训人们 2006年 来自纽黑文的钱宁鲍尔斯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从多伦多到塞浦路斯的来回机票 竟然只需要39加币 那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塞浦路斯的位置是哪里 但他想都没想就付了全部的费用 与他同时做一样决定的 还有其他的508名乘客 根据一些数据显示 买票的人数据说高达2000人 由于订票系统出现了技术上的错误 意大利航空公司在这个区段的机票价格少了两个零 之后的估算结果表示 因为这个失误足足损失了200万至720万美元左右 塞浦路斯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们很羡慕那些能有幸用便宜价格去到那里观光的人 各位曾经遇到过这种难能可见的幸运是吗 如果有的话 请在底下留言板中分享你的经验 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 也请写下你的梦想以及希望拥有什么样的好运气 说不定你的希望很快就会实现 到底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著名历史文物的价值呢 例如说图坦卡门的死亡面具 2014年 这座历史遗迹失去了自身最知名和最具标志性的部分 也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胡子 在确认实际经过的时候 涉案人员的证词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每个人都想要推卸责任 但看来不小心弄断胡子的人 是埃及博物馆的其中一名工作人员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摧毁了一件有3300年历史的文物 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没有人会高兴了 为了掩饰错误的证据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匆匆忙忙地将胡须沾回了原来的位置 不过那是在胡子扭曲的状态下粘贴的 而且使用的还是还养树脂 当然这种事情在古埃及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吧 博物馆的人员不得不用锤子和凿子再次把胡子拔掉 然后又沾了回去 这个过程一共进行了四次 最终这个临时掩盖的行为在一年之后被发现了 德国和埃及专家团队通过用蜜蜡重新涂抹胡须的方式 终于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八名倒霉的修复者被带上了法庭 并被处以罚款 其中也包括了博物馆前馆长在内 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故事 可以试着想象一下 如果在图坛卡门时代发生类似的罪行 会是什么下场呢 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在天津港拥有大型仓库 当其他公司在天津的仓库里堆满了汽车 玩具和电子产品时 这家公司的业务却涉及了危险的化学药品 普通民众的住宅附近 有一个4万6千平方公尺的仓库 里面存放着硝酸案和其他潜在爆炸物质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错误当然不止一个 第二个则是违反了消化纤维素的存放规则 这种化合物是非常危险的 干燥后会很容易燃烧 有爆发的危险性 2015年8月12日 由于天气酷热 其中一个容器内的湿润剂蒸发 引发了火灾 犯下的第三个错误 是到达火灾现场的消防队缺乏信息 他们不知道仓库里面存放了什么材料 一到现场就立刻开始用水灭火 这个动作引发了一连串更剧烈的化学反应 当地时间20.20.30分 发生了相当于2.3级地震的强烈爆炸 经过推算 释放的能量大概是2.9吨的TNT炸药 30秒钟之后 800吨的硝酸案又发生了爆炸 随后发生了威力更强大的爆发 这一次的爆炸能量是21.9吨的TNT炸药 地震波的威力相当于2.9级地震 火球升起的高度高达数百公尺 甚至从太空也能观测到 日本的气象卫星也揭露到了这个状况 在这之后 新的爆炸和相关的火灾连续不断地发生 造成有害物质排放等负面影响 方圆几公里内 还有304栋建筑物 7500个货柜和12000多辆车辆遭到波及 其中的8000辆是现代 大众 雷诺 KIA和丰田等全新车辆 这些都是存放在附近的仓库里面 除了货物和建筑物损坏造成的 约2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之外 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还间接造成了90亿美元的损失 这个错误所付出的代价真的是相当的庞大了 以上就是这次主题要介绍的所有片段 影片也即将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很有趣 一定要点个赞并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当然我们期待再次见到各位 大家可以随时来我们的频道 观看新旧影片 影片的主题包罗万象 相信一定会找到你感兴趣的内容 那么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